今天我們的訴求 兩大訴求 最主要兩大訴求 一個就是反萊豬 萊克多巴胺的豬啊 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 下兩代都知道這個豬 民進黨的政策錯誤 所以我們全民怒吼 今天那部分黨派 從南到北 老到少 通通都集結在這個地方 各種黨派都有 就跟民進黨要很深刻的去瞭解 人民是怒吼的 我們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 知道萊克多巴胺 所以新黨今天號召了很多年輕人出來 很多朋友出來 我們來反萊豬 我們來挺中天 那當然今天除了這兩個數學 還有其他的 但因為人這麼多啊 今天我看估計有十萬人上街頭 天氣也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在民進黨的中央黨部門口 希望民進黨聽得進去 這麼多錯誤的政策 包括兩岸 兩岸兵兇站圍啊 是民進黨的政策錯誤造成的 所以民進黨要改變他的政策 不然通通都要下台 從行政院長 從主委員長到內閣 通通都要下台 要換人來執政 這樣在民進台灣 人民才有希望 才能夠安居樂業 我們今天要來新黨的 這個陳立琳律師 潘懷中議員 侯漢婷議員 我們整體通通都出來啦 來配合所有的團體 做同樣的訴求 粉梅豬我們挺中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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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